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是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第六页 我们从第六行 却在评中上礼拜这里有谈过了一下 十多护其口 护川却会去形怀而神走 匡山会远 事业火之传一心 由神之传一心 火之传一心 由神之传一心 前心挥后心 则之子 子穷之庶庙 前行挥后心 则勿勤朔之感生 不得见行 朽宇一心 便为世神祭上 火穷一目 乃曰终其都尽疑 好 先到这个地方 那上个礼拜已经提到说 雀在评中 就是 雀代表的是什么 那罗户是什么 这样罗户都会破 所以 所以 那个里面那个雀呢 就回走了 其实他在讲的就是 跟后面的意思是一样 我们这个群 那个心跟 就是一般所讲的那个灵魂 那瓶子代表是什么 好 有 副代表是什么 那行坏了 而神走了 所以这些讲到 却是我们的这个神 那罗户呢 就是这个行 所以他是用两个 就是两个 那经营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说 是 火受清理经里面的 那这一句话是第二个 就这七个女孩子后来在总监看到很多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 每个人就讲一句自己的那个心得 然后第二个女的就讲出了这一些东西 就是这几句 心 就是却在评中罗户呼吸口 那还有形化神族 那底下有举出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就常常 这个会听得到的 心 就是火之传以行 就是我们讲到说 心静火相传 心静相传 其实心静相传这一个呢 有些地方的其实是说 就是教义的那个施 施之情的那个传华 就是他是不会 施传以生 是不会断绝的 那我就要用这一个呢 是讲的就是我们的 世神跟我们的心体 我们是整个我们的心体的一个 所讲出来的 所以 这一句话呢 是这里所讲的 匡山慧眼 那慧眼大师呢 他有一个 就是他在南北朝的时候 那我们那个都知道 慧眼大师是净土中的 净土中的祖师 一般把他 把他举为是出主 那其实在在南北朝支的时候呢 那慧眼大师所仓讨的净土 是属于石像念佛的法门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 没有去 没有一直弘扬出去 那有关于慧眼大师 那这里一个是匡山慧眼 那为什么写匡山呢 那这个匡山 原来是叫做匡卢 匡 这是今天的庐山 那为什么会改成庐山 这是这一个 这一座山呢 那在周朝的时候呢 周五王的时候呢 有七个兄弟 那他们姓邝 这七个兄弟呢 他们都有一些的道数 那都是隐居在这一个山里面 就是隐居在山里面 那他们只是接入于这座山 后来就把这座山称为匡山 把这座山称为匡山 那这几个兄弟其中比较出名就是我们 现在这里所讲的 这也指的是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的 这一个叫匡玉 以他为主的 就富玉那个玉 那他那个 他呢 他就是 他有很多的 就是要 皇帝要把他请出去当光 他不愿意 后来人家找到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移化成仙 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呢 就只剩一个空的草庐而已 所以又把他所居住的这一座山呢 就称为庐山 庐山 那汉朝 汉武帝的时候呢 也曾经把他轰成一个庐山君 其实指的是说 把他轰 后代呢 就把他轰为一个山神 或山神 那这是一个庐山 那其实庐山 他的风景是真的很优美 那慧颜大师呢 慧颜大师呢 其实他原来并不是走佛教的路线 还是阴延 因为那时候战乱 那他本来呢 是要到那个 就是他是陕西那边的人 那他要南下去找一个幻宣的 去跟他学习 结果路上遇到战乱了 他没办法下来 所以他就转到太阳山 恒山那地方去了 因为他听到大阳法师在那边弘化 所以想说 那就听听看 所以其实他原来是走的是属于 要呈现走那个修道呈现的这个路线 所以他就跟他弟弟两个人就去 听那个大阳法师的那个弘化 那大阳法师这个时候是在讲波罗经 讲波罗经 那他那个 他跟他弟弟两个人听到这个呢 尤其是慧颜大师 他就讲说 原来呢 好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留下来 就跟那个大阳法师就出家学习了 而在大阳法师的门下呢 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大阳法师呢 有很多的贡献 比如说等下我们也会谈的 以自家动以示为性的攻击 还有从藏经目录的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 甚至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么多的经典 大阳法师的那个攻势不可抹的 那大阳法师在历史上呢 也曾经把他的徒宗呢 就是把他的徒宗五次 就是把他昏到别的地方去 去洪化 那他在昏散地址的时候呢 独独这个慧颜大师他没有分 这个我好像跟大家谈过 那慧颜大师杰斯坦很纳闷 为什么师父都没有叫我去哪里 可是那师父讲说 以你的才能不需要我去做 只是洪化的事情 一定有你所居的地方 所以后来他就往南来了 那到了那个庐山 他本来居在西陵寺 就他有一个师兄在西陵寺 居住在那个地方 那后来人很多的人像钟禀啊 还有一些那个在那时候 很多的那个智学士的人 就来跟他学习 所以后来因为西陵寺呢居不下 所以就在西陵寺的东边 建了一个东陵寺 这是就是他洪化的一个地方 那甚至在当时呢 很多人因为跟他学习 所以他就接集了一百二十多位的有智之士 然后就在 就在那个庐山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菠萝台 那就花誓愿 接入花誓愿 要同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因为每个人字字不同 有些人可能早去 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去 现在说如果说去的人呢 一定要回来接引这些人 这是庐山会员大师的一些故事 那庐山会员大师 我在这边写的 就是他的 这一篇呢 是他所做的 就是在那个《红明记》里面 那他有一个 另外一些 一些那个比较著名的 那个一些著作 其实在当时呢 他有一个弟子叫谭庸 那这个谭庸呢 原来是在朝为官 他是一个武将 所以 所以这一个谭庸呢 跟 慧元大师 在他的座下出家之后呢 那有关于他 那个慧元大师跟 罗史法师来往的信件呢 都是有这个谭庸法师呢 当信差拿来来去 所以后来把他们两个人的那个 之间的那个问答呢 叫做把他集成了一部数 就大三一章 那很 就是里面有讲的 所以 后来把这些都全部就 就是把他记在《红明记》的这里面 那其中一篇就是《沙门不敬王者论》 《沙门不敬王者论》 里面的行进神不面的第五个 这一个 所以他是出租在这个地方 那《沙门不敬王者论》 其实在当时也是 也是蛮就是被大家管为讨论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体是以皇帝为主 那在当时呢 沙门呢 到底理尽不理尽 就是因为以皇帝来讲的话 今天在朝为官 那你进到他那个 那个军团宝殿上去的话 你就必须要拜皇帝 那到底沙门要不要拜 所以就有 就有这种 书信的往往讨论 那慧远大师他就有这一篇的 这个《沙门不敬王者论》的 的那个文章出来 讨论的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 所看到的就是 如三慧言 火之传异心 由神之传异行 火之传异心 由神之传异行 前行回 后行者之子穷之庶 之庶庙 前行回后行者物 勤述之感生 那今天所讲的就是 那今天所讲的就是 其实他所探讨的就是 我们的这一个生命 因为在这一 另外一个就是 有提到后面有 有讲到说 在课本的 就是讲一个 这个第七页里面 他有讲到 因皇帝的言论说 行由你而神不化 以不化称化其便无穷 那其实他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有讲到说 身为张言三世亦以明 未来不断 因为在这一个里面 这一其实在这个 这一篇文里面的 这一段里面 他在探导的是 有因无果 那既然是有因 有因怎么会无果 有因应该会有果 所以他就在讲到后面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躯体没有了 那躯体没有 不代表你以后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世神还是在 只是这个世神 换了另外的一个躯体而已 所以这里所讲的心跟神 那心是什么 神是什么 心的心就是我们这个躯体 那神呢就是指我们的这个性 所以这个就是 也可以说 佛性不断的这种说法 所以讲到说 佛之传一心 佛之传的 就是佛之传一心 这个心点之后呢 那就像说 我们人呢出生之后的一个 世 所以人的行人是受乱世 你有这个躯体 你一定有受 还有一起的生命 一起的生命没了之后呢 躯体会坏 躯体没了呢 就像这里所讲的 心有米 而神不化 神是不化的 是不会去灭去的 是不会灭去的 只是说他可能是 依照我们个人 佛家里面所讲的 你在这一辈子里面 你在这一生里面 所做的很多很多的 一些善恶业 然后形成你将来 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你可能越来越好 你可能会怎么样子 那这一个火跟木 这里所讲 火木之欲呢 是来自圣典 圣典 如果你没有去 去追究的话呢 那么失去了 失去了他的 这一个正统方面 所以 我们必须要去相信 米虽然 就这个行李虽然有化 可是 可是 这一个神是不化的 好 那这一个 这上面讲的 火之传异心 刚刚所提的 前面预计 火之传异心 由神之传异心 火之传异心 由神之传异心 每一期 每一期就是不一样的 前心 前面那一个 已经灭掉的之后呢 再把它加上一个上去 所以这个 知子穷之庶 子穷 或许我们会把它想说 那个子叶 那个子不是 就是说 前心烧尽了之后呢 那这个是穷的意思 就是前面那个 那个心已经烧掉了 烧了之后呢 那对于这个心来讲的话 穷一心 这一个呢 已经没有了 那可是 火还是在 火还是在 所以说 没有 不能知道 它的尽头 就是属于神事的 这一个部分 所以 前行 灰后行 这物 勤朔之感生 勤朔之感生 其实 我们对于这种 友情的 这种 因因果果方面的 那他会有相续 无穷尽 没有穷尽的时候 就是 勤朔之感生 不得见行 朽于一身 便为 世神祭伤 我们 如果说 他这边 谈到 有因无果 那你讲到 这一点的话呢 那看到了 这一个 前面的这一段 那 不得见行 朽于一身 只有这一 这一世而已 那 就把他认为说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火 穷一一木 哪一夜中其都尽 所以这个火 只是 这个火呢 是 只有一个 这一个 这个木头 没有了 可是 不能说 它 统统没有了 所以后面说 后学称皇帝之言 也行虽迷而神不放 称话自便无穷 而为张言三世 亦以名为来不断 那所以这一段呢 是 是慧炎大师的 沙满不尽王者论 里面的行尽神不灭 以这个木跟火 以木跟火的关系来 匹育我们的行体 跟这个 心神的 这个一个关系而已 这个关系而已 那 其实他 是用这个来 补斥 前面讲 有因无果的 有因无果的 这一个 这一个 主张 好 那再过来的话 第七页的第三行 有因无果 那 他说 后面提到了说 就是最后 这一个 隐皇帝的 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提到了说 虽然 这个皇帝的 这个言里面 那个 这几句话里面 虽然没有讲到 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 可是他的意识里面 已经具足了 已经具足 所以底下呢 是属于第四个 来谈到说 无因无果 无因无果的 这种主张 那这个 这个主张是 六师外道其中的一个 叫做 护罗纳家社的一个主张 那 他是属于 火定世间因果报应 火定 因果报应的 那 所以他不承认有后事 也不承认有善恶 种种的 所以 既然不承认有后事 那也不承认 今天你做的善恶业因 是 善有善报 这一些的部分 那 他认为说 世间的这个根本 世间根本 就是没有所谓的恶业 跟恶的业报 也没有这个 善跟善的报 那 这一个呢 就是属于我们 我们常在讲的断见论 最可怕的 因为 如果是一段见论来讲的话呢 这一个是 有很多的过失 破那个因果 跟现在断善根 今生断善根 将来呢 就生恶道去了 这是属于无因无果 最可怕 好 那我们看第七页的那个第三 银河名为无因无果达 俱波无后世受果 亦无现在之因 亦无现在之因 故六失营 无有黑夜 无有黑夜报 无有白夜 无有白夜报 世邪之间 罪为有弊 现在断善 后生恶趣 就刚刚这个已经讲了 无因无果 那在这一个段里面呢 它的六失营 它是影至 涅槃经里面 影至涅槃经里面 二色世王的一段故事 二色世王 一般我们讲到说 二色世 二色世 那它有患了 事物 无逆罪嘛 对不对 所以 考一下 什么经典 也因为二色世王而说的 当然是因为它母亲 奥梁寿金 奥梁寿金 对 就奥梁寿金 因为她跟提波塔多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嘛 那就是她 她那个手 不是有一个龙腔啊 那 就二色世就跟她讲 这个龙腔是她 她的父亲 因为老来 想要有儿子 那又没有活到 想要儿子就把一个仙人杀死了 那这个本来说 这个仙人要多久时间才来投胎 他还是死于他的儿子 可是他等不及就把他杀了 这一段故事 那二色寺 其实二色寺王 把他的父亲求情 不给东西吃 那让他的父亲活活饿死 所以这是幽闭的 后来又把他的母亲 关起来了 所以光无量寿经 就是刚好在关他妈妈的 他母亲的那个地方 就看到那个灵鳩山 看到那个灵鳩山的那个山头上面 所以他就 就对着那个山头 跟那个释迦 就祈求释迦 那释迦伯就为他讲了光无量寿经 但是后来 后来他父亲在 因为没得次也活过二十 其实他的父亲 他后来也良心发现 就是上根浅花的时候 他就是到义中去 要去把他的父亲晃出来 可是他父亲已经来 父亲已经二十了 已经死掉了 就是有书里面有各种这种说话 有些人说他是把父亲又烧到各方面 所以在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是把父亲关在里面 那本来妈妈都是身上藏东西给父亲吃 也被发现了 种种的这些一些经验里面所叙述的 那在涅槃经里面后面的一段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所造的恶业 二业方面所以因为他生起一年忏悔的心 那他要去就是要去忏悔 向我忏悔这种情形 那这个二十四王 其实他畅悔之后身上长出了很多的龙昌 他身上有长一些昌出来 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报应 方便现世吧 马上就长出来 马上就长出来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呢 因为他很后悔 他所做的这个 那个其中忤逆的其中一条 因为怕下地去 所以当时他就一直问他的 就是一直问他的那个大臣 那他的大臣里面当然也有好的 也有一些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些人 虽然就跟 我好像这里有提出来 就是六师外道 他的六个大臣都失事这一个六个 这六个六师外道 然后就跟二十四王讲说 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话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 五有何夜 六师隐 五有何夜 五有何夜报 五有八夜 五有八夜报 这一句句话呢 就是聂盘经里面的这一个 二十四王造五逆罪 其中的一个的这种果报 所以他 二十四王呢 他的这个六个二成 各事六师 那这一个妇罗那所讲出来的这些 五有黑夜 五有黑夜报 五有白夜 五有白夜报 这一段是在 聂盘经 因为二十四王的关系 所讲出来的 所以既然是没有黑夜 没有白夜 那没有 没有黑夜呢 那也没有黑夜报 没有这种不好的行为 那也没有这个果报可以去守 那好也不用 你做好做恶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 什么都把它火定掉 所以这里还讲到的是 嗜血之间呢 就是前面的那个 有阴无果的这些 还有无阴有果的这种种的这四个呢 那这一个无阴有果是最有弊端 最糟糕的 那他的他住在哪里 就是现在断善跟后世生恶趣 这是破就是我们所讲的断面见 就是火定断见的 就是他们的思想是 这个断见的这种思想 所以他有我是就是破三世因果的道理 还有就是你今生断善跟 那将来呢 你就是到恶趣里面去了 这是无阴无果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是不承认有善恶业因 世间是没有所谓的恶业跟恶的果报 也没有善跟善的这种业报 没有善业没有善的业报 这一个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因果报应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 既然什么都不用保的话 那我去做恶 我也不用去收到这个果报 那我尽量去做 没有好的善果的话 那我干嘛去做善 干嘛去修善 所以是断这个善根的一个部分 好 那在郭后面他就问到说 师之分谬 岂至何时 把世家卫心 盛行天主 能人祭出 整思谬祭 活灭度和苛条更凡 龙树厚心 从家简华 那这也就提到的 无因无果这一个 然后就问到说 前面讲的这一个 就是 那个天主的这四个 这些的这种学说分音的 这些谬建 这错误的见解呢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 什么开始有的 然后回答是说 世家卫心盛行天主 所以当时有这种 树论跟盛论的这个思想 所以在世家牟尼佛 卫出世的之前 那就已经在印度 当时就已经写说盛行了 甚至还有说 在杰出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种 这种学说 不是说世家 出了之后 世家出世之后 为一大事 因延出世之后 那把印度的四种性 破除掉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在 在天主在印度 很早就有这些 错误的谬建 那世能人寄出 那世能人寄出 能人就是世家的 他的那个意义的欢意 一世的这种欢意 就能够行这边 能够沉默的 是世家牟尼佛的这一个 那世家呢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世家族的种族 所以能人寄出世 那么他把这些不对的这种思想 恶劲方面呢 都把他导振过来 可是等到八十年之后 佛灭度了之后呢 这时候讲到佛灭度和 柯条更烦 这些呢 屈之默默的 这些思想 见解呢 不正确的这些思想 就像那树枝 没有去修剪一样 乱串的 非常非常之多 甚至呢 就像说我们看到有些树枝 那些那个长出来 那个枝 枝里面都有枝 都有枝 那伤能更 伤害人家会更多 所以枝条更旺 那到什么时候 就是龙树后心 从家简化 龙树后心的话 其实龙树跟提伯后来 那龙树跟提伯什么时候 又开始 开始在 把这些错误的外道 种种再去把他破斥 去破执走 破坏到 从家简化 那这个在书里面呢 我们后面也会有提到 就是说 他在活灭度几百年 所以龙树呢 他树里面有提到 有活灭后呢 七百年间 七百年 所以后面呢 我们谈到的 就是隔壁一行 要吃牌震 但重视 一言华 二妇人 就是一个是以华来言 就是对于华方面呢 那会有很多 对于华方面呢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好好的去 去看 去思维的 那第二个是妇人 妇人的话 就是对于人方面呢 那我们要去详细的去考核 去详细的觉察 又再次的 那个妇呢 是详细又再次的 来看 来检查这些人 是不是是真的 所以后面有一个 原码跟妇人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我们的后面 在婚人的时候呢 他会谈到龙树 就是那时候呢 火灭度之后呢 那外道会更新盛 就像说 后面也提到了 就是五百亿部 这些种种初心之后 那根本是二十部派的 这个思想 所以到最后呢 火灭度七百年的时候呢 龙树菩萨呢 那出世 就片牌外道的部分 好 那这边 吃牌震荡众诗 一研华二妇人 问曰天竺世述 既是外 既是外 正旦三旋 因为内教 因为刚刚讲说 天主的这种事迹呢 那是属于外道的 那既然这样子 因为还有个是正旦 那正旦里面呢 他又有 就是也有 奴士道的这种排除的方面 就是在中国的话呢 就是各诗方面呢 还有诚实的排诚实呢 那是皮痰的 还有喝大盛的 所以这个讲到了这一个呢 正旦的三旋 那应该属于内教 应该属于内教 所以那三旋呢 是脑子 还有庄子 还有易经 脑子 庄子 易经 这个是三旋 那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红的这三部书 那老子跟庄子还有一个是易经 易经现在是做什么用的 普瓜用的 准不准 真的吗 真的准吗 或许真的很准啊 可是有一个可以破 你的业呢 修行方面可不可以破 你的思想 其实修行方面 破在哪里 你的思想的改变 心的改变 一切为心所造 所以虽然易经现在很多人 有时候看那个广告 公益教室里面 那在谈周易的 在写周易的 几次课程就把那个易经学好 可能吗 他也是真的蛮深奥的 那这个是老子方面 一个是也有谈旋 也有缩旋 所以他叫做真旋 那这个庄子呢 是也无缩旋 所以是属于虚弦的 以无来谈的 那易经呢 是有无缩旋 故约谈旋 那以有无 其实后面也会谈到 中国的思想 在有跟无这里打转 那有无的 这个是属于佛教 二地思想 谈得非常非常的深入 谈得很深入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讲到说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 有无里面强谈好好去 去深入去思考的话 我们自己的行为 本身都是会改变的 这是属于三贤的思想 可是中国的这一个三贤 这些奴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他在有无上面呢 他并没有深入核心的部分 因为都还是有所对立的 那佛教谈到的 这是有无恶地 是超越的 真正谈入到非常深的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看到 研华的部分 研华 那这里谈到说 就是问说天主 世述等等 然后三贤因为内教 三贤因为内教 他是在问的是后面这一个三贤 因为前面天主既然是属于外 那因为在天主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世纪的这个 那个排斥的这个地方呢 他有一个人 他有个是正诞诸诗 然后一个是天主世纪的 的这一个 那正诞诸诗里面 谈到的是这一个 所以是属于中国的思想画面 那这里他的回答里面呢 就是 是深照影美读老子庄周之书 因而探曰 美则美矣 难其神明类之邦 由魏敬也 后见敬明经 心难顶带 魏清有曰 无知所归及已遂 去俗出家 到这里 他举出两个人 所提出来的见解 就是谈到的 就是属于 三选的这个部分 就是老子庄周之义经 然后他举的是 深照法师 那深照法师的 这一个部分 我把他提出来 他这一个 就是他在中国是被称为解空第一的 解空第一 那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教论 后人把他收集 他的那个 他的著作 称为教论 里面的内容 我想你们应该都有听过 上一次在听吗 对啊 所以你们应该很深入了吧 好 那他有提到这个 所以他是解空第一 那有关于深照 其实那他 也有一些的说 就是说他是 被皇帝杀的 那到底是真是假 不知道 只是很可惜 很可惜 他年纪轻轻三十几岁 三十一岁就死掉 其实我每次看到他 或者是想到这个深照 三十一岁就过世的时候 我会 我会去想到第二个人 我会去把他想到第二个人 就是颜辉 那个孔子的弟子 那个颜辉 有没有 颜辉也是啊 那其实我会想到 他们两个 还蛮相像的敬意 因为颜辉也是 很苦的一个人 那吃也是 不是吃得很好 那我们可以想到 深照这里所讲到 说他家贫嘛 以超速为生 那有一餐没一餐 那是不是也这种清新 所以其实我会想到这边 那讲到这边 我们顺便来谈一下 不过这个讲到说 孔子还有老子 一个奴童 一个什么这些的 有没有 那其实在书里面 对不起我忘了是什么经 他有提到说 因为国教呢 将来是要传到中国来的 但是因为这些思想 在中国的灵意里面呢 那奴士到三家 他还是会有一些的 一些的那个 那个排斥各方面的 尤其是我们奴教的传统 道教的传统 可以把火教认为说 是属于外来的宗教 最后有排斥 那在书里面呢 可能这个是伟经啊 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 那个火塑气泥经那个啊 也有被认为是一个伟经 那那个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火教呢 要传到中国来 那是 那就问 那个弟子就问 释迦摩尼佛 那要传过去呢 那真的可以传到 弘扬开来嘛 就释迦说 他已经先 先泰几个地址呢 已经到中国 来投胎 已经来投胎 先教化中国的人民 让他们有三根 等到火教传入了之后呢 那就可以教化了 所以其中的佳社呢 就是 就是派的佳社 还有派的一个是 就派了两三个人了 那其中我记得比较清楚 就是大佳社 都到中国来 那一个出自为孔子 所以孔子为如同啊 就是孔子为如同的话 那个如同就是 其实是世家的 过去生的一个 一个 那个很未布施的一个孩子 那有一个如同啊 一个大家社 所以到了中国 那可是也有一个 一个是出世为老子 那可是也有提到说 老子化福祭 有没有 就是讲到的是 就是大家的思想说 老子后来 就是到了那个西域这边 来红花 就是化福 其实这些都是在 以这个正 就是宗教方面 宗教方面的一些争论 争论 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庐山 因为庐山的那个风景很美 所以庐山其实已经变成观光祭典之外了 它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居住的一个定点 那在那个庐山 那每个宗教呢 就是 以神 以那个好的地方呢 都会有神仙的这种思想 中国的神仙思想加进去 所以庐山就是这种情形 那每一个宗教 基督教 道家 佛教 在庐山都具有一席之地 都有在那个地方 都在洪化的 那深造 深造法师呢 他所提到说 美读老子装子的 那这个 这个是 慧教法师的高僧传 就是南朝的梁的时候呢 高僧传里面的这一个 深造 的里面 他把它提出来的 就是 慧教法师对于深造的 这种 他的那个 评语方面 他说 知好玄 为 没以老庄为心药 等到接触为魔镜之后 使之血有所归 才认识到老庄之血 以七神明磊之方 有未尽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出自在 这个高僧传里面的 所以他就提到说 美读老子 庄子 庄周之书 那因为刚刚提到 这一个深造的话呢 其实它是因为 以超书为生 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印刷书 那你要这些东西呢 你要 我经或者是儒家的这经书的话 那你要去借人家的书 然后来超才有办法得到的 所以他为了 为了生活 以超这些经书为生 所以骗关注点 骗关注点 那对 一开始的是 对于老庄的这些思想 是很有 很 就是很向往 可是等到后来 见到旧意 来 因为 今天流行 后面 后面我会提出来 今天流行的 微魔结晶 这里讲的微魔晶 微魔结晶是 我们今天所用的是 一个是以 丘摩罗什法师所欢译 还有一个是 玄奘大师所欢译的 另外一个 那今天 因为微魔经本来在 中国的历史上 有七次的欢译 而来有一些 已经是 散失掉了 遗传掉了 所以今天只剩下三种译本 一个是生活世代的 来这边 微魔经 有七种汉译本 现在有只剩三本 一个是 三国时候的 五朝的 之前 之前所欢译的 那一个是 丘摩罗什 还有一个是 玄奘大师的 所欢译 那 这两个 这两个 都是 在 那个 生肇 之后 或者同时的时候 所欢译的 那他所看到的这一本 《静明经》 《后见静明经》 《后见静明经》 那并不是这一本 那其中有一本是 是颜佛调 颜佛调 颜佛调是 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中国第一个出家人的 叫颜佛调 他所欢译的 他所欢译的 经典 只是后来这一本是 已经闪失掉 所以他这里说 看到《静明经》 那还有刚刚提到说 看旧意的《静明经》 那这是维某基金 里面说 他看到之后 非常的欢喜 那对他的听友说 他知道他 他要走念 就是这里所归吉 所以后来就出家了 后来就出家 那这是维某经的思想 好 这一个地方就是 另外一个是跟大家 再谈一下 就是 刚刚 因为我在我们的书里面 提到的是 试真 深造 那只有他 第一 把他写出 有个试出来 所以特别提出来 跟大家谈一下 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嘛 那还是提一下 其实 以前我曾经 就是 也提到这一个 就是之前在上课 很久很久以前到 大概 有20年前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我也有解释到说 大昂华是 统一性事的部分 统一性事的部分 这里讲到 《正义阿安经》里面 他提到 四合入海 乌乎和民 世性出家 同称世世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证明世家破世性 不平等的一个证明 那也是 出家众 今天出家众呢 统一为世世 那在家众 原本人同为世世 所以我就在讲这个地方 以前在讲的时候 没有讲清楚 后来有个人在写名字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那个 就在家众 就把他的那个名字呢 他的网名上面再填一个诗 这是 这是有比较特别的部分 只要是你出家 因为这里的世性 出家 统称世世 那这个也是 是道安法师的功劳 因为这里我提出来 就是说 在当时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国内呢 那只要是想 只要是出家之后呢 那都是从自己的 失户的形式 所以什么地方来的 像康申卫康 他是属于康居国的部分 那这个主的部分呢 是属于天主印度 那信之的呢 就是属于肉资国 那安的呢 是属于安息国 今天有没有这些信师 有啦 怎么没有 有啦 我就知道有个信安的 我知道有个信安 这两个我都有看过 他不 他不 有 这个我有遇过 知 知我就没有遇过了 知有家政知 知我没有遇过 可是 这两个我遇过 安跟 那个肉这一个 肉知果这一个 我有遇过 那后面有提到 以三宝为信的 这佛陀巴陀罗 很出名的杰贤 跟那个 跟那个罗斯法师 同时在异常里面 后来因为 有五支传 怎样 那个学说 所以后来就离开了 那个罗斯的道场 到 慧眼大色地方 那 那 就是以三宝为信 达摩 然后 圣切提婆 那 也有用俗家姓氏 是 烟火调 那第一个授戒的注释姓 他们都是出家人 都是新年来的姓氏 所以 当时 在大安法师之前 跟那个时候 那 中国人的 就是中国出家 只要你出家之后 你的姓氏 就是姓氏 你想爱什么姓氏 是没有人管的 是没有人管的 那 我们今天 是 我可以讲说 这个是属于 汉 汉传体系的佛教 可是 今天在日本有没有这个 没有 那 在 在韩国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 可是我敢确定是在 在 在韩 那个的 那个日本是没有的 因为尤其是日本的佛教 之前跟大家讲过 他们的佛教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 他们是那个 家传的体系的 这种体系 所以是 是跟 又复复到以前的体系 那 这个道生法师 有建议这样子 所以 他就主张说 出家隆 应该以 信氏为止 信这个 释迦牟尼的 是 可是 那时候的人呢 贊同不贊同 他的 主张说法 其实 不是很贊同的 每个人 都每个人的思想 我干嘛要去贊同你 我就像说 那个道生法师的 那个 那个产题说法一样 一产题也有 那个断三根 也有 也可以成九的 那个思想一样 可是等到 那个真意压案 已经传入之后 才证明 所以大家 整个很释然 所以那个跟 道生法师 还是一样 那后面这一 这上面最后这一记 就是四海喜草池跟弥天 诗道安 那这个还有提到 还有一些故事说 鲁获 那个 姚心鲁获的 那个道安法师之后 跟那个喜草池 就是战乱了 那结果那个姚心 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终于得到 把这两个人都 都请到他的长安去的时候 然后他讲到 他终于得到一个人半了 他其他人都不是人 只有这两个人是人 而且这两个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半个人 哪一个是半个人 道安法师是一个人 是全人 那喜草池呢 是半个人而已 这是姚心所讲的 那他们这一个句子 就是这个喜草池 他也是很伶俐的一个人 所以哪一次 就跟道安法师 在对话的时候 刚刚进去的时候 那不知道讲什么 他就说 讲他自己 就是是还喜草池 那就是道安法师 就回他一切 就密天是道安 哪一个比较 如果我说 一种词句来讲的 境界哪一个比较高 弥天比较高嘛 所以那个喜草池就 臣服了 就像他没了 一些故事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看 那个高僧传里面的故事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的故事 如果你要 就是我们要增长 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个道心的话 是可以去看那个高僧传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 也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高僧传里面 你也可以 因为高僧传 像梁朝的那高僧传是最早的 那里面 里面具数的是梁朝之前的 所谓的法师 那他有十个 他有十个 十个种类 那这些所具数的法师里面 你看到那个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 就是有被迫害的 那你在看这个时候 你不要想太多 不要因为这个里面 写到有被迫害 结果你丧失你自己的道心 本来因为看那个高僧传 其实是提升我们自己的道心 看看那个出家人是怎么修行的 怎么样任何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 都可以去刻悟 那什么样是困苦的环境 一个是外来的 一个是自己的内魔 一个是外魔 一个是内魔 我只能讲内魔跟外魔 我们讲到说 你有四种魔 那四种魔 再把它皈依的话 就是一个心魔 一个外魔 那这个都是 所谓的魔是一个障碍 不要被这个障碍 障碍你自己学活的善根 从这个当中呢 你要自己去看 看什么 他们是怎么样克服这些的 怎么去克服的 好像有些人 今天也有人 那个 用血 磨磨磨 跟磨之磨在一起 和在一起 因为那个才不会褪色 他是吃这个血 还是吃这个血 舌头的血 他才会不退的 这个尺头的血还是会退的 好 那 底下的我们再说 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先休息一下 刚刚 就是 其实应该跟大家讲到 先讲的 铜石画师的事情 大概都知道了 那我讲一下 那个维摩金的部分 其实今天维摩金 裡面的 其实维摩金跟黄磨金 里面有很多相同的 就是 故事比较多了 那 可是流传的哪一个比较广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 没有啦 有算最广的其实是明陀经跟那个 普文平 对不对 其实那个威末经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 什么有幻华华卫啊 什么这些的 那幻华经也很多人 因为幻华经最主要就是说 它是成仇之经 但是幻华经它里面有很多的 那个用词 我们都有数人想 这一粒勾签 一令入活到一粒勾签 也是出自在幻华经里面 那我们今天讲说 那个 厨房叫什么 相继厨 大辽相继厨 对不对 那也是出自在幻华经 那不二法门呢 影响餐中最多的 就是也是在 幻华经嘛 所以后面有一个 什么渡口 一个眼饰 就是释迦眼饰吧 保险哦 有时候读一读 都会忘掉 就是后面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 因为 就用华这样子的这种衰弱 衰弱 那释迦眼饰 微魔渡口 这个故事 也是在这一个 所以 微魔结晶 其实 其实它是真的 用故事 可是它是 它在讲空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会去把 像我们没有很 仔细去读的话 像以前我在读 微魔经的时候 我会去想说 它讲空性 讲到那么多 后来慢慢自己下去 再多读几遍 然后去看一些注解 然后就发现说 微魔结晶 真的是 很好的一部经验 我讲过一次了 那现在有人在要求说 要重讲 那像我最近 我就是去请那个 那个 冰中老法师的那个 冰中老法师的那个 迷陀的那个药室 那我发现说 里面有一些部分 它又提到说 智性空有的 要敏除的这些 那个空性的思想 其实也有谈到 那我们提到说 刚刚像提到说 在 魏晶南辈朝的时候 到了唐朝的时候 那个净土中 才整个流传出去 我们讲它说 四种念我里面 十项念我是 就是十项念我是 那个 慧眼大师 那这是最高深的 一个十项念我 可不可以念到这样子 你不许指主后面的 十项念我 可是那时候是在贵族当中的 就这种清坛贵族这些流传 知道了唐朝之后 因为一个是 十项念我 观想念我 观想念我 还有一个是 十项念我 那十项念我 那十项念我的话是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提倡的 所以善导大师在唐朝 唐朝之后 才整个把净土教 整个把净土教 弘扬出去 所以 像我们都以 慧眼大师为第一组 可是 日本他们的净土教 他们不认为说 慧眼大师是第一组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以 那个 刚刚讲的 善导大师 有时候脑军会秀的 我刚才可以讲 我刚才讲那个法师是谁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贪乱也是 他们就是 以他们为主 他们就是 没有走那个 就是跟中国的 那个净土教的 那个祖师的 那个派北就 那个传承就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维摩基金 其实它 它是维摩基士 那 那个 故事 就是今年里面 有谈到 它有好几位的 那个 那个法师 像 大教舍 还有 瑟利 我 须菩提 这些都被他 弹赐 那所以里面是 他是以菩萨生 那以菩萨生 他出入很多的地方 王公 贵族 甚至 那个市集里面 甚至那个 那个祭尼的 那个 那个 那个饮室里面 他也去向他们 讲经说话 所以 这也是 维摩基的一个故事 那 他是 一个居士生 称病 就是 市集 然后 世家 讲经说话的时候 他没来 所以引起了 世家派弟子 去探病 所以演出的 这一段 一个故事 到后来 什么人都不敢去 每个人都讲过 总共好像 十四还是八 都不敢去 每个人讲过 他的不敢去的原因 到最后 什么人去 文殊 文殊 所以 到后来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 那 一个讲说 不饿 不饿法门 不饿嘛 那另外一个 他就 我还问 就是 那边 那个 维摩基就 默然不讲 所以他是 最高境界的 他是最高境界 所以 就是这一段 故事里面 那 里面 有很多的 那个 用尺 用尽 其实我们今天 都是 能让上科 可以用得到 所以 我才会想说 他 其实他 可能是比较短 他比较 好读 比较容易记 那花花经的 里面 比较深奥 花花经里面 比较深奥 我们没有在谈的 比较说 这个经典的 好与坏的部分 而是说 他有这样一段的 一些故事里面 所以 维摩基 其实他最大的一个 就是他后代 我们在读这些 还有我们在 引用这些的 情形 其实是 有很多像 另外一个像 天理上花瓶的时候 那菩萨不着身 花不着身 那结果 身稳着身 夜抖夜 夜去回 那着得更厉害 那哪个着 心着还是身着 心着 去念到那些东西 所以 我们要讲到说 空有恶地的 这个地方 真正能够体悟的话 日常生活上 就会有所不同 就会有所不同 你就可以深入了 好 这一个事就是在 维摩基经里面的 他里面 那 这些菩萨呢 都是为了要 注释迦牟尼佛 度化 这些顽强的众生 所以 不是有提到吗 他是 君述如来的转世 就是如来转世的 这就是 我们跟大家谈到维摩 不是 维摩基的那个 故事 所以这里有三个 里面 好 那我们在 翻为课本里面 他提 提到的是 深造 另外一个提到 罗石习文三选 以九部同级 柏阳以模拟抗衡 乃 为难探约老庄路 玄固 因亦复 亦复耳目 凡夫之志蒙浪之言 言之 事己 而为实义也 推之事尽 而为谁自也 到这里 而为谁自也 好 因为这里提到 就是 其中两个人来 来把那个 来把那个三选 推翻了 的 那个 那个是属于外的 就算不是内 它是属于外 所以提出一个是神造 另外一个是 属 罗斯法师 那前面讲的是说 他读老庄的时候 好是好 可是他并没有 可以让他的心神 就是心 真的是能够安定下来的 他的心神 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直到 看到火经 看到火经之后 才真正的 让自己的心 能够 能够底定 然后第二个是 及罗斯法师 那罗斯法师 上级说 听到那个 三选跟九部 的这种说话 九部 三选跟九部呢 是同时 都是非常的深耗 非常极致的部分 的 那 就是在 南北朝的时候 他们崇尚的这一个 这个 脑装思想 所以才会有这一个 把这个三弦 挺出来 跟九部 是 就是九部 是同时 是非常 非常极致的 书籍 书籍 那九部的话呢 在火教经典里面 我们有十二部经 跟九部经 那一般来讲呢 也有分 大圣的九部 跟小圣的九部 那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讲大家说 最多的说法 十三章 十二部经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 那十二部 我把它提出来的 十二部经 这个 依佛陀说法的 那个 各方面呢 他去把它提出 这 这个六个 一个是 迹经 运送 纪别 丰送 那后面这边是 属于这个 因幻译的 这些都会比较 偶口泡念 那这个是 他的意义里面 这是第六个 很抱歉 因为 字要大一点 能够看得见的 看得见吗 那 再把它分成两片 那一个是 批语 还有本事 本身 宽广稀有 论义 那这十二个呢 除掉宽广 纪别 还有 智说 所谓的智说 是无问 所谓的经典呢 可以说 弟子请问而说 不请而说 请而不说 这三个种类 那智说的话 就是不请而说 不请而说的 哪一步是 弥陀经是不请而说 请而不说的呢 不请而说 就是弟子没有去请 不请 弟子没有去请说 请佛说经典 那佛陀自己讲出来的 自己讲这一步经的 所以 除了经典里面 就分这三种种类 请而说 弟子请了之后呢 那释迦就说 那 一个是不请而说 一个是请而不说 有请而不说 有请而不说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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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而不说 是吗 就没说啊 怎么进去 花花 花花是請而不說 對啊 他請了三次才說 第一次不說 第二次不說 最後才說 可是他不請 他已經請而不說 五百億 五千還是五百億 退席 對啊 那些退了之後他才說的 退了以後才說 所以他有講啊 這些三千 五千退席的話 那退了也好啊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根基去接受這個大法 其實還有一種就是請而不說 這個就是 栗杖 栗 栗是不說的 就是那個聽聞眾的當中 如果是有在家中 栗杖是不說的 栗是不說的 那其他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說也不說 因為在書裡面有記載說 有外道為了要道化 所以釋迦至道 所以他在請的時候是不說的 那這個是出了這三個 荒廣就是屬於比較 比較 就是說比較屬於大聖法的部分 所以他是不說的 那這個是自說的 然後紀別的話 就是屬於壽基類的 就是指釋迦對弟子未來的這種 他們的那個種種呢 做一個壽基 這三個 這是屬於大聖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它是共同的部分 那第一個契經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屬於經典的部分 修多羅 那第二個是印宋的話 就是屬於那個 一個是長文 那一個是宋文 跟上面那個那個 修多羅它是一個相印 就是它用重複的方式 講到經裡面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講長行 然後 其實這個可以 就是在經典 你如果去看經典裡面 它有分紀宋 四個字 五個字或者七個字的 那個後面都是屬於這個 紀宋的部分 這是屬於紀宋的部分 所以它是用那個 中國古代的那一種 英文方式的 詩詞方式的 把前面長行的部分 再重新互數一次 再重新互數一次 所以這個 這個互數的部分 其實有些是佛的悲心 因為有些弟子後來才來的 那沒有聽到 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再把它提出來 讓大家了解的 了解 讓大家了解 那這個封送的部分 就是屬於姑祈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用紀宋 用來記載佛陀的教法 教法 所以跟前面的那個 印宋是不一樣 印宋的話是寵物前面 細菌長行的這種部分 那可是這一個 封送的部分是屬於 它比較另外的一個 提出來的 講出來 以宋文的方式 所提出來的 所以這一個是屬於 寫陀 這也叫做 孤送 或者封送的部分 那再製說的話 是大家都知道了 那陰眼的話呢 就是佛土的教化陰眼 包括佛地詞的一些 教化陰眼 詩集方面的 這是屬於陰眼的部分 陰眼的部分 那陰眼的話呢 就是它是以很多 陰眼的方式來說法的 以陰眼的方式 那本式方面就是 談到的是 除了本身談 後面有個本身談的 就是這個本身談的部分 本身談是 是佛陀前 過去是修行種種的 這種它的大悲大怨的這種陰眼 包括帶地詞們 所以像 書裡面有提到說 佛陀過激士是鳥 是老虎這些的 都是屬於這一個 那本式的話呢 是本身談以外的一些 包括古活的一些事蹟的話 是屬於本式的部分 那這個可以去了解到說 其實在黃華經裡面呢 它有本機 它有本機跟世紀的 這兩個情形 那荒廣的話就是說 比較深奧的部分 那西化是 它這裡提到說阿虎 就是我們所講的那個達姆 阿比達姆的那個 那個論點的意思 那也稱為未成優化的這種情形 那裡面有很多都是屬於 中不可思議的這種 那個審計的一些事情 那議論呢 就是優伯提社的部分 它是比較淺顯的把它做出來 好比如說我們所講到說淨土 淨土金 世青它有寫出那個淨土金的優伯提社 還有華華經的優伯提社 這是屬於議論方面 就是把經典 就是它的內容深奧 比較廣博一點 比較薄大一點 它把重點式的 做一個精簡的把它寫出來的 那裡面往往有很多都是 用問答方式來解說 所以才稱為論意方面的 那這一個 以後來的那個 很多的論章呢 都是延至於這個第十二個 這一個部分 這是屬於十二部經 那除掉這三個呢 除掉這三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九部 就是我們所謂的九部 所以它這裡所提的就是 三弦跟九部同級 就是它是 它的內容呢 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的非常好的 那就是把它提出來的 就是有它的這種特色方面的 所以是同級的 是指的是說這兩個 三弦的裡面的意義 跟火經裡面所講的 只是三弦呢 是以老子莊子 易經來談的 談的 那雖然也有 也是以提有跟五為主的 那探討的 可是到佛教來講的話 那又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是在邊緣 那佛教裡面的九部這些呢 是把著重在心 正正的提出來 用非常非常深入的 深入的 所以用這一個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三弦的這個問題 跟歷史的背景 朝代有關係 所以演出了後來 魏晉時候的清潭玄弘 跟玄弘的這種特色的情形 好 那柏陽跟摩尼抗衡 抗衡喔 其實柏陽是老子的字號李丹 我們都知道嘛 那個老子喔 的情形 那柏陽跟摩尼 一個是老子 那一個是釋迦摩尼佛 把這兩個人的這種 他們的行為道德提出來 做一個比較 所以後面的那個抗衡是 兩個人是相平等的 沒有高下 兩個是平等是沒有高下的 這個抗衡 所以他 那個 乃衛南探耶 這是羅史 聽到了這幾句話之後呢 他就是 很 很 很感嘆的就說了 老莊露玄 老莊露玄 故陰亦附耳目 所以老莊的這種 這種學說主張思想 他雖然講得很玄很妙 可是 他是 會很容易去迷惑我們的耳目 就是迷惑我們 讓我們扶搖不清的 所以 異惑耳目 異惑耳目 那 因為後面的黃烏之字 講的其實是老莊 雖然他 會 異惑人的耳目 可是 他們 還是 屬於 後面這兩個 就是 他的智慧 他能夠入選 可是他的智慧 還是屬於 黃夫的智慧 聰明 是有肉質的 那 猛浪之眼 這個猛浪之眼 是出自在莊子的奇悟篇 我記得我有把它提出來 猛浪之眼 那個 那個黃夫之字 比較了解 比較易了解 那猛浪之眼 這是莊子的奇悟篇裡面 提出來的 就是 以猛浪之眼 而我以為妙道之嫌 的部分 那 真的是 就是說 他言行 不謹慎 的意思 言行不謹慎 好 這是 這一段裡面講的 所以 他說 講了說 老莊的這些 學說 是非常的奧妙 雖然是很奧妙 可是 還是會去迷惑人 那 他的智慧 是屬於 黃夫的 有肉質 所以 是智慧 淺薄 所說的 是屬於荒誕 沒有辦法 就近 深入的 這是屬於猛浪之眼 言之勢極 言之勢極 就是他們所講的 怎樣 而為使益也 推之勢盡 而為誰 之也 所以 這些前面 那個 那個 莊子的陸賢 所說的這些 那 他的主張 他所說出來的 好像是勢極 就是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很玄妙的 那 也很極致的 可是 他沒有 沒有辦法去指出出發跟 徹底 就是 為使益 一個是開始 那一個是徹底的 就求你 跟圓滿 他是沒有 沒有辦法去 去達到的 所以 推之勢盡 而為誰 至 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只是一個空談而已 只是空談 所以 他也是 就是用 用羅史的這個言論 那 把 把那個 那個 就是把奴家這些 屬於是屬於外教 就是 震誕諸師的 眾師的這一個 是屬於外教的部分 外道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講到說 只要是佛教之外 是屬於 因為佛是屬於外道 沒有鄙視的 這種 分別 只是說 因為 都是 沒有 以心 談到內心的一個部分 都是在 有無的邊緣 有理而已 沒有真正路 所以 心外邱華 成為外道 就是沒有真正 從心 從心而進去的 這個是屬於這一段 這一段的部分 好 那後面 在第八頁的第六項 他說 略成六義 名其優劣 就是 把這一個 內跟外 就是 一個是內教 一個是外教 把 用六種異理 來瞭解 名其優劣 的部分 名其優劣 就是以這個六點 來談到 那這個六點 那 好像是在我們這一本書 來看一下 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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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三頁 三頁 相對 就是 有 三 就是他把它提出來 那第一個是 限三相對 那 這裡是 時間上的相對 所謂的時間上的相對的話 就是 以 過去現在 未來 這個三世的這個時間 來 談的部分 談的部分 那 你們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裡面的解釋 他說限三相對 就是外道警力 現在 一世 所以限 所以限 是屬於限四的 外教 外道是 只有立一世 那內教 立三世 所以限三相對 那 這個是我從 其他書裡面找出來的 它是時間上的相對 所以它是屬於時間的相對 其實 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 也必須跟大家講到 其實在這個地方 那也有 因為後面會講到神通的部分 那 因為這是屬於 一世跟三世 了解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談到的是 它其實 會談到有 三明 就是 我們所講的那個 庶面天眼露盡的部分 那這六個呢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其實是 佛跟儒 還有佛跟道的這個相比較 它的優劣 它的優劣性而已 擠出來的 那第一個 第二個 一時間 第二個是神通 那第五個 就是絕不絕 就是純明相對 這個部分 是屬於佛跟儒的 活家跟儒家的 這種 的 比較 然後三 四 六 是屬於佛跟道的這個相比較 這部分 第一個 限三相對 就是時間上的相對 老莊呢 就是這個外人是討論到一世的事情 不知道過去未來的部分 所以一個是 就是智慧全包 那內世 就是朗見三世的話 就是指的是 活教能夠通達三世 能夠通達三世 了解三世的這種因果方面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神通相對的部分呢 神通相對 就是他提到的是 五情未達 五情未達 內 則說 六通窮為 那這個 可以先看一下第八 第八頁 就是我們的講頁的第八頁 先把它看過一次 那六義呢 底下就是外 外 這個六個 就是第一個 先講外 外的話 第一個 外旦便夫一行 內 則朗見三世 內朗見 所以這個是屬於時間 的相對 或者是限三相對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外則五情未達 內則說 六通窮為 第二個就是屬於神通的相對 外教 外教談到這個五情 就是五根 我們有談到七情 五情的話呢 就是這個五情呢 就是我們的眼 眼是屬於內 就是眼耳鼻舌身 正對於外境方面 所產生的喜怒哀樂怨 喜怒哀樂怨 這是五情 那如果是七情的話呢 加上驚 驚帕驚 還有一個是悲 這是屬於五情的部分 所以這個 如果這個跟周易比 易經裡面講呢 會配合五情 那就講到我們的身體 你的那個喜呢 會怎樣 那你怒的話 會怎麼 對你的身體哪裡 會怎樣 這就是在易經 應該是易經裡面 會有談到這個五情 五情對於我們的身體的情形 那這一個 這個五根都沒有辦法去通達五情 對於外在的一些事情 都沒有去透徹的了解 這是以外 那內的話呢 就是內 出道六通 六通窮為 所以 有情的五根 跟內所說的就是 我們所講的神通畫面的 神足通 天眼天天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漏盡 這些都已經通達了 都已經通達了 所以又有不同的 因為五情未達的話呢 他只能夠看到眼前的一些部分 所以是未達的部分 那如果是能夠通的話呢 那不是只有看眼前的 九眼的一些細微的事情呢 因為窮為 窮是無窮盡的 那為是比較微細的這個部分 都能夠通達 六通窮為 所以前面講的是 簡單講說沒有達到那個神通的部分 那後面就是這個我們所講的六通 好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疾不疾的部分 那外的話呢 為疾萬有而為太虚 內說不壞假名而言實相 不壞假名而言實相 那其實你們是在看一三零的解釋 是比較能夠了解 比較能夠了解 所以未疾的話呢 就是未疾萬有而為太虚的這一部分呢 因為老莊他們所講的這個太虚是宇宙 是一種對於宇宙的這種認識 認為宇宙是一種無 是萬物的 那是最究竟的 可是講到這個最究竟 是沒有辦法跟世間相契合的 因為它是一個有為的 所以是一個對立的 那佛教不壞假名而言實相的話 就是說從有方面 去談到這個實相的部分 換句話來講是說 對於事物的認識方面 認為是這些是屬於無相方面的 可是在本性方面是相同的 所以是屬於不二的 是屬於不二的部分 所以以這種 剛剛所講的這種 萬物的這種無相 那它是因言而有的 因言而有的 所以是不壞假名而言實相的 所以當體是必進空 能夠了解到這一個 這是屬於外第三個的 極有極空的部分 極有極空 所以一百三十頁的部分 它說外道無法式萬物的差別 為太序的本體 那佛教是把假名的屬地 視為是本體極實相 所以是一個極跟不極的這種相對的情形 那第四個是利跟不利的相對 利跟不利的相對 那利跟不利的部分 它說未能極無為而由萬有 極無為而由萬有 那內呢 說不動真際建立諸法 說不動真際 那未能極無有而由萬有 因為它是有對立性的 而倒在無為當中不利存在的 可是佛教裡面呢 它是認為是有這種真際的 這裡所講不動真際建立諸法 那這一個真際的意思是說 就是本體的諸法的種種現象 它好像是有 可是也不去 不去承治在無的部分 所以真際婉然諸法 那諸法呢 又好像是實相 雖不義的部分 這個是屬於第二個利跟不利的不利 兩個 就是說它也不會去破壞這個真際 那可是在這個真際不動的這個當中 那法就建立起來了 法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這一個又是一個更高的這種情形的部分 所以從這種兩個利跟不利的這個當中呢 那建立的種種的萬法的存在 所以建立的這個法的存在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原法的這個部分呢 那法的談到的是什麼 但有兩個 一個狹窄狹隘的法呢 就是屬於我們所指的這個法呢 是屬於佛法的法 那另外這個法呢 是只要這個宇宙當中 所有的萬事萬物 包括一針一米一粒什麼東西呢 都是屬於法的部分 都是屬於法的部分 所以法呢 我們講到說 法有兩個情形 就是一個是色法 一個是心法 一個是心法 一個是屬於精神上 一個是屬於物上的 這個都是屬於法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廣泛的來講 它比較狹隘的部分來講的話 那是屬於佛教裡面所講的法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如果再講到這個法是歸身誤解啦 什麼的這些的話 那就是法是 它是可以讓什麼成就的 法的部分 依法而行的話 我們絕對是可以得到解脫的歸身誤解的 好 這是第五 第四個的部分 那第五個 就是外存得失之門 內明惡際以絕具之力 就是外存得失之門 內明惡際以絕具 所以得失呢 以得失來講的話呢 就是外道有得失 還是有這種善惡是非種種的分別 那內呢 內呢 就是明惡際以絕具之力 這個絕具呢 就是絕世紀 那個我們剛剛講到說 離世紀絕百灰 那這個離世紀絕百灰的 就是我們所講的四句呢 就是有灰有 有 無 那有一個 就是有是一個 無是一個 那一有一無 灰有灰無 所以是四個 那這四個 都是要去泯滅掉 因為泯滅掉的話呢 那 才沒有這些對立的部分 所以他明惡際 惡際的話呢 就是 惡際的話講的是生死跟捏盤 那如果這個生死跟捏盤 那如果這個生死跟捏盤 就一個是屬於還夫啦 那一個是屬於聖 聖賢部分 這是這兩個 那如果都能 都能夠去泯滅掉 因為前面是一個有得失的 那後面呢 就是明惡際 就是 就是在生死方面 了解了之後呢 那 因為生死跟捏盤的二邊 都是屬於空性 所以 結一切言說 我們所講的 言望力絕 言望力絕的 這是這一句的部分 好 這是 這是第五個 那第六個的是 外的話呢 為敬至兩名 內則 言官聚集 所以 第六個是 敏不敏 相對的 那第五個是 絕不絕 絕不絕 一個是不絕 一個是不絕 一個是絕的一個部分 所以 這是前面 得失之門的部分 那敬至呢 一個是 一個是主觀 一個是客觀 一個是主觀 一個是客觀的部分 所以 沒有辦法 敏滅掉的 沒有辦法 敏滅掉的 所以 敬至 未敬至兩名 那 內則 言官聚集 聚集 那 佛教呢 是談到的是 是 以這個 所言的部分呢 那 以 心所言 就是我們心 對於外在 你去 你去牽引的這些 是屬於外境的部分 是屬於眼的部分 那這個 用我們的智慧去灌照 這個 那個 灌的話 就是用智慧的 用我們的心 用智慧呢 去灌照 的話呢 那這個就可以 達到 雙極雙眠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達到的 所以 老莊 外教 外教的 補思想 是沒有辦法 去達到的 所以 那個 內教是 以 靜跟智為 因緣 能夠得到 心智 還有外境 去 集聚免的部分 所以換句話來講是 內跟外 都能夠集聚 再來就是 空有不二 達到 空就是有 極有極空的這個境界 這是第二個的 不明 明跟不明相對的部分 好 到 先把這個六一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後面提到的 這是他有提到的 就是 第六個字 外 未盡之兩兵 內的話 言官寄己 那從這六點來看的話 短語之餘彭義 抗禁之餘彭義 抗禁之餘彭義 我們下一節就講這個地方 短語之餘彭義 抗禁之餘彭義 其實就是講那大小 大小空管的問題 這些狹隘的問題 所以短語之餘彭義的話 那個彭義就是 是大 比喻說那個 大鵬鳥的那個翅膀 因為它是彭義 那個也有書裡面寫到說 那個彭義指的是 鳳凰的那個翅膀 就是很大的 那語的話 短語就是 比較小小的 那其實在講的就是 彭義的話就是 火雕旺麵的 短語的話是屬於老莊的 所以坎井跟天池也是一樣的儀式 那個坎井的話 地上的那些小小的小水坑 或者是那個 挖出來那個井 那天池的話 就是屬於大海方面的部分 所以沒有為足欲其餘 就是沒有辦法去把他們 去比喻他們的這種懸殊方面的 那秦仁依其其五戶何元齋 那這個秦仁的話指的是 因為秦 為什麼講他秦 就是後勤 後勤 後勤搖興的時候的 一個前勤是 後勤的方面的 一個是搖興的 後勤的部分 指的就是屬於 深召跟羅石他們 用這兩 剛剛所講的兩件事 就是三賢九部這一個 那一個就是說 他讀老莊 覺得說雖然很好 可是沒有辦法欺席 這知道靖民 用這兩個來談到說 大概就是它是屬於外教外道的一個部分 那既然這兩位都是談到他 就是知道那個老莊的道理不是很究竟 那他還有什麼話可以說的 吳戶何元齋 那在底下問柏陽之道 道也太虛 謀逆之道道稱無相 理言既依 則萬流病童 萬流病童 時照逸陽乃產於佛 此王必救術以無謂為道體 那這個王必的救術呢 是王必所著的 這一個 老子柱 就是他說雖貴以無為用 不能捨無以為體 這是在裡王必救術以無謂為道體 不能捨無 不能捨無以為體也的 就是這一個王必所著述的 好 那 因為我那個弄得不是很好 所以跳來跳去的 那這一個 只要我就是讓大家看到正史神學 就是正史年中 那是衛京腦北朝的時候 那個神學時要分這一個部分 其實在這一個前面的 這一個竹林寫寫 跟這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所講的清壇那一部分 那人 變成 既以文章還有久的這些部分 然後來 抒發對世間政治的不滿 激抗暖期這個時候 所以他就是衛京南北朝的時候 對於這個神學 老庄的玄學 他分這四個階段 分這四個階段 那主要我們是在講到 何彦跟王必的部分 以這個為代表 那王必呢 其實他是一個博學的人 那因為他曾經 其實人家送他很多書 所以他整個呢 就是非常 生活在一個非常 有學習氣氛的一個房間當中 所以他讀學習老庄 這個庄詞的這些思想 並把那個勞詞還有周一做註解 這些做的註解 所以他的那個註釋方面呢 在註釋方面呢 其實他是 是有 就是對於這些學習方面 其實他有很重要的一些地位 跟影響的部分 有他的影響這個部分 那柏陽之道道約太西 就是老子的這種 老子的所談的這個道呢 那是屬於太虚 那牟尼是釋迦牟尼佛所談的 所主張呢 就是講到五項的部分 在他底下提出這個王必 就是舉王必的老子 主來證明這一個王必 那因為我們沒有去談過 那其實我在這邊有提 有做一些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有做一些資料出來 可是 欸 時間上我們就不要再談那一盒 因為談的話時間會很多 那牟尼之道道稱無相 那 這個理言 既一則萬流 並同 就是說 他以老子的主來證明 那來講明真理的 就是這一個兩個人 兩個 就是老子跟釋迦的這個 所主張的 他的那個義理教義方面 他的本言 是既一 就是他是相同 無二字的 那既然是相同的話呢 那萬流並同 所以說這些其他的那個 那個資料方面也是相同的 也是相同的 那實照義仰殘衣佛 所以他說 因為前面所講的 羅實話 是呢 文 九 三選跟九部 探探 探 跟羅實所講的那幾句話 他認為說 他認為說 他們兩個人講這些話呢 是在 在叫什麼 是在 就是 把那個道教 押了下來 然後把佛教呢 把佛教呢 提高了 就是 遇到養佛 那以這個思想 是不對 是因為他們兩個人 這樣做是不對 是慘以佛 所以他們兩個人呢 這種說法 主張 是 是為了討好佛教 所以是不對的 那後面的答是 博揚之道 道之虛無 摩擬之道 道超世紀 摩擬之道道超世紀 犬身既賢 體和猶一 蓋世 指另一道 揮以慘薄 那從這個記子裡面 我們馬上就可以了解到說 老子的這種思想主張方面呢 那他的那個道是指的是屬於虛無的 那這個虛無呢 是否定一切 所謂的這種 萬有的這種說法 那釋迦 就是摩擬 釋迦摩擬我所說的這個道呢 他的主張方面呢 是道超世紀 就已經超越了 有無 亦有亦無 揮有揮無 的這個四句 所謂到最後是 緣望綠解的部分 的情形 那一個是屬於火定 那一個是已經超越 既然 迪這一個的話呢 那 淺跟深 就是說 他的內容 都是 這麼的懸殊的話呢 那 他的這個體呢 他的到底 他的本體 道理 教育方面 怎麼會相同 怎麼會一個呢 怎麼會相同 怎麼可以說是一 蓋世子 另一道 這個是 你的巧言令色方面 對於你所信仰的 的 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好的 所以你是另一道 不是我慘佛 不是我討好佛教 底下摩擬之道 道為真諦 而體覺百輝 體覺百輝 柏陽之道 道也渺明 禮超 世俱 密驗體 虛有深淺 此良無敵心意 用佛經 以真空為道替 那這個是 又是問說 世家的這個 主張方面呢 那我們所講的是 他是一個真諦 因為 講到真諦 是要離世俱 絕百輝 所以他在說 他的本體方面 是絕百輝 那如果以絕百輝 來講的話 是整個是 也是把他火定 可是並不是真諦 而是在這一個 輝的當中呢 另外一個 那老子的 實際上 他是 渺明的 渺明的話 其實這個渺明的 是說 他是很深奧 可是在深奧當中呢 他是死於黑暗 他看不到的部分 那 對於這裡來講的話呢 因為 李超四句 李超四句 是講到說 中國的思想呢 因為講到 的是屬於 雖然 剛剛講到說 三選 一個是從有 然後來彈選 一個從無 一個是從有無 可是這是在邊緣上面 打轉 他並沒有真正的 迪入到我們所講的 李四句 絕百輝的這一個 這一個道理裡面去 他沒有真正的李超四句 沒有 沒有進入到這一個思想裡面去 所以密厭體一 稀有深圈 那他在講這個李超四句的話 後面 後面 有一個 九流統社 還有一個 七列該寒 未便有無 這是打九流統社 七 七列該寒 未便有無 未明絕世 其實他在這裡講到的這一個 這一個句子 就是 中國的思想 有九流思家 那在 在這些 思想上面 都是在有無的邊緣上 打扎 並沒有真正 像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 是沒有 未明絕世 沒有真正的 達到李四句 絕百輝的這個 這個聖奧的 毅禮 那 這個就是前面所講的 九流統社 七列該寒 九流統社 七列該寒 那 那個 九流的話 大概 大家都知道 九流思家 這是在 那個 春秋的時候 包括到了西漢之後 他有那個 那個 墨家 法家 民家 這些種種的 總共有九個流派 九個流派 那再加上一個小說的話 稱為十家 是九流十家 那其實這個講的就是當時 從 春秋戰國之後 到西漢的這些呢 把中國奴家的思想 把中國奴家的思想 全部都是以這幾個 全部包含在進去的 包含進去的 所以才講到九流統社 九流統社 就是 他們的思想 已經全部都 全部都 就是把中國整個的思想 奴道的思想 包括其他的也全部 全部都含進去了 可是含進去呢 還是 只有便有 沒有明爵士 就是爵士劇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他講到 區裂該含 那區裂的話呢 是一個 那個目錄學的部分 國教裡面有藏經目錄 中經目錄 那這個是中國第一部的 國家的那個 是由漢朝皇帝 命命去把它集成的 的一種藏書的目錄 其實 原來就是 在那個漢朝的時候 他是從 除了 那個 那個 官家的藏書之外 他有很多是從民間 去收集很多 已經是絕版的一些書 然後去把它編撰成的 那這個編起來 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那由劉相復職 他們去把它編成的 他就把它編成的 所以 總共有 這邊所講 區裂有一篇是極裂 就是他把它 剪補 就是 就是 那個 他的極裂是 把這個 說明後面 那個六裂 的這種 圖說的那個 內容跟意義 所以才叫做 七裂 七裂 那這個是屬於 對於中國 後世 史邪跟目錄邪 有很大的影響 七裂 那那個 那個劉相復職他們呢 做區裂之後 又編一個別錄 那這個是屬於國家的 就是當時漢朝的國家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目錄方面 那 說他是這個目錄 倒不如說 是從 春秋之後呢 到西漢的 一個 學術方面的 演進的一個 一個史書 倒不如說他是這樣子 那六裂的 除了幾裂之外呢 那其他六裂的話呢 那有六裂 朱子 還有婦 還有賓書 書書 還有方記 那方記是屬於醫 寫方面 屬於醫寫的部分 然後書書是天文 賓書還有婦 就是文章方面的 那其實在這個六裂方面 包括前面那個 那個紀錄的話 其實最早 最早成書是賓書 那個漢朝最先由政府 國家其實先把賓書先做好 可是因為從民間收集的東西呢 太多太多了 那其實沒有辦法去整理 後來才命令留向他們父子裡面 去把它整理出來 去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花了二十幾年的 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才把這個全部都做出來 所以這個區列呢 區列呢 也就是說 他說該喊全部都喊 講到 就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是 可以說是 從春秋之後到 漢的一部 學術的一本書 是 所以裡面的文章裡面呢 所談的全部都喊進去的 可是就是 只有講到 有無沒有去談 絕世紀的這個部分 若元老教 亦變雙歸 唯變有無未明絕世紀 若元老教 就是這個第九頁的那個 導述第二行 若元老教亦變雙歸 蓋以沙樓經 同道牛之論 同道牛之論 那底下呢 談到是 周鴻正張基病赤 老有雙歸之義 就是這兩個人 那這兩個人 在這一本 這一本裡面 他有提到 我找張基的資料呢 跟這一本書 我從那個網路上面去找 周鴻正 正這幾個字我找不到 那找張基找得到 可是張基找出來的料 跟這裡的情形又不大一樣 所以 慢慢再找看看 那如果你有這一本書 你可以看周鴻正 跟那個張基的那個 他的一些著作方面 還有他們倆 就他們 因為他們的那個世紀呢 沒有在佛教裡面 少喔 他是在中國的史書上面 就出現他們的一些事紀 像周鴻正呢 他是屬於良朝的時候的人 有他的薄護 薄護護養長大 那十歲呢 就通了老子跟周易方面 那講很多 那張基的話呢 他是周鴻正的學生 他是周鴻正的學生 十四歲呢 也通了 通打孝金倫儀方面 那他的著作呢 都有 他們的著作都有一些 那個周易的一些書籍 所以他主張的那個 這邊講到 兩個人呢 都是 都 都 並斥 老有雙輝之意 就是 他是 就是他是 斥著說 老子 有 揮有揮舞的 這個思想 揮有揮舞的 所以是雙輝的 這個教育的存在 他是把他扁斥 就是 說他是沒有的 所以他說 以撒 如果說 老子的這個教育 老子的教育呢 那 也有在談到 雙輝 就是 揮有揮舞的 這個部分的話呢 這個說法呢 這個情形呢 是 就像是 沙揉金 那個揉字是掺雜進去 把它混合進去的意思 以沙揉金的話呢 就是 把殺死 沒用的東西呢 加在 混雜 進入到 金子裡面去 就是 成為沒有用 不對的 那 那 同 道牛之論 道牛之論呢 它是出自在 涅槃金的 裡面 出自在 涅槃金 那道牛的情形呢 在書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 因為在 涅槃金裡面 有講到那個 從牛出 什麼什麼 然後到最後出 醋 從牛出弩 從牛出弱 這些的情形 那因為 養牛的人 他會做 就是他把這個 牛的那個 牛奶擠出來了之後 那就做了 做到那個 醋 最好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 其實這些 道牛之論是在 講到說 那個 涅槃金喔 就是因為 因為屬於 涅槃的部分 講到最後是最高 境界是最 醋的情形 所以 慢慢慢慢的去談 談這一個 以那個 就是 我們所講的那個 世教的這個 情形 然後去 講到 出五味 出五味的情形 那 從牛開始 擠牛奶之後 慢慢去調試 調試 所以到達最好的 一個部分 那可是這個地方呢 他說同道牛 因為 因為有人看到說 養牛的這個人呢 那 養牛的這個人呢 他 從牛奶 然後一直到 做到醍醐 這麼好的 這麼珍貴的東西 所以他就把牛偷走了 想要去做 可是沒想到 弄巧成說 他不會做 他把牛奶加水 沒有去提煉 所以這是屬於 意思是在講遺痴 這是出自在 那個涅槃心 其實在這裡 所講的 倒牛 這些呢 只要的是講到說 只是 借著 借著 這些 去 去刀曲 去 學起一些思想的部分 那 他 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 他的意思 所以是一個遺痴 是遺痴的意思 所以 以撒柔經 跟倒牛之論 同樣講的是 屬於 屬於 剛剛說講 講到燕老教 便士輝的這個說法主張 是屬於遺痴 是屬於不對的思想 那後面周鴻正跟藏七呢 他們也都 火刃老辭 有這一個 雙輝的 主張的這個說法 這是這一段的部分 其實倒牛之論 還有一個 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 被抓了 因為他都 偷了一 偷了牛被抓 結果呢 他們說 你幹嘛去 那個牛 你幹嘛去偷他 他說那個牛在那個地方呢 那我就想說沒有人的 我就把他帶回去了 他說那既然帶回去的話 那你怎麼會被判 被判刑 被抓 他問你 就出在說 那一隻牛的另外一頭 因為牛有綁身 可是那個繩子呢 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倒牛之論 還有另外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他在講的是什麼 也是一癡 一奔 一昧的 而且那個繩子 有綁住 是屬於人家的 結果你要去把他倒取 所以是屬於一奔的部分 這個是講到 炎法的部分 是到這個地方 做一個邪術 那底下婦人 婦人的部分呢 那談到的是 因為那個婦呢 是屬於在 或者是 想查的部分 就是仔細的去 去 以 這裡 就因為這一個是在講到 內外 所以內是否 壞的話 是以老樁為主的 所以 再詳細的去 考察去 去審查 去思考 這兩個人 這人的 功夫得恨主張 方面的 一個部分 的部分 那 婦人第二開始呢 他就叫做問佛 就問 佛名大絕 老耶天尊 人同上聖 化聚妙集 苟益存益 江輝度不二之玄門 商得 依之焉腐災 蓋世道士 用山洞 用山洞 林寶等金利益 山洞林寶呢 這是屬於道教的 的那個經典 佛教有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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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教 有他們的道照 有他們的道照 也蠻多的喔 那 這邊是講到那個佛跟 就用這兩個人來談 先把他唸過喔 西達楚公 方紹金輪聖地 能人出俗 遂為三界法王 老為周朝之助使 清晰是九流之派 指若欲令人依法同 何欲對付共安民等高 贏主以日夜祈照 問 同仁者之五情 益仁者之神明 其為注使 本實天尊 據時而談 其之一貫 達憨書義寫品類 以薄揚為賢 何焰王碧 稱老為極聖 社令孔氏奴童 老為家社 雖同聖姬 聖姬不同 若圓印十方 八相成佛 仁稱大絕 法明出世 小利即生仁天福善 大義即友 三稱賢盛 如是之流 為喪姬也 至如孔稱術王 所有名儒 所有名儒 老基注使 彈無日道 便亦即無人得勝 名利基指在世間 如此之類 為賜其矣 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講到說 那個 就是第一個的 就是我們在談到說 有變勢中 就是三論所迫 所破斥的呢 那第一 就是有四個 就是他變勢中 那第一個是摧外道 第二個是摘皮壇 所以在旁邊那一行呢 是開始就講到皮壇的部分 那全面道這個地方呢 是摧外道 那摧外道裡面呢 那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談了 一個是天主的士子 士子 那一個是正誕的 主是正誕眾師 那正誕眾師裡面呢 又有如是的部分 就是三選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後面的 這裡呢 簡單講一下 那現在就在 仔細跟他講 我今天要跟他先請個十分鐘 等一下 我先 我們先做一個回向 我去查那個老子天尊 那我們今天 我們客家民間 有沒有人那個 記事老子的 有老子廟有沒有 其實那個有些寺廟 像 我記得小時候 我常見一個那個 一個地方叫戴天公的寺廟裡面 那他的那個供奉呢 就是供奉這個天尊 就是老子 那他把那個 孔子 老子 還有施迦 就奴士道三個 他就把他全部都供奉在那個地方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 小時候就有看到這個部分 那我今天去 去找 就是我在 在 謝謝 就是我在找這個資料活命大吉 大家都了解 的部分 因為我們說 佛的那個稱號呢 總共有十個稱號 對不對 那我今天去查的時候 我要把它 今天找到很早的時候 大概 就是很早就是了 那結果去查這個 老爺天尊的這個天尊兩字 這樣查到的是說 老子 他成仙之後呢 他也有十個稱號 他也有十個稱號 那我把那個十個想要把它印出來 可是 就像講的 已經有智慧才在很缺 我印不出來 我印不出來 然後 因為時間上的最冷氣性 我下次去找其他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辦法找到 有時候就是那個 宗教的那個戰爭 宗教的戰爭 這個是不是宗教的戰爭 一樣 對不對 我信這個教 我要把這個教台高一點 沒有錯 就是沒有對錯 沒有死非的部分 因為我所信仰的 我所 這是我所 我所貪腐的 的部分 這是我所光懷的 這是我所種植的一個部分 所以每個地方 每個會不一樣 我們所知道的這個 道教跟道家是不同的 道教跟道家是不同的 他們也有他們的服裝 我們不是有穿那個海鮮跟袈裟 有沒有 你們也有那個福田衣 道士的服裝 有沒有 有些做的真的很漂亮 他們做的是黃黃綠綠的 真的是蠻漂亮 這顏色很鮮豔 可是現在也有那什麼 宣言教 全部都是穿黃色的 那也有不知道什麼教 全部穿那個綠色的 每個教都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屬於 枝末枝條的一個部分 好 今天到這個地 我們先回向 請兒章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是從恩 下祭山陀佛 若有見聞者 西花菩提心 盡此以報生 同生极樂國